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治学说的影响 那么其中很多人都到国外有过留学的这种经历 就是在这个民选议员当中 仅仅到日本去留学或者到日本考察的就有24个人 24个人当中有15个人是学习的法律 他对于这个宪政的这个知识啊 应该说很丰富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讲 就是资政院当中这些民选议员 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这种宪政的一种知识精英 就是对于宪政很了解 是个政治精英 你比方讲 这个孟昭常 这是一个民选议员 孟昭常 是当时预备立宪工会的一个副会长 雷芬 这个在资政院当中 这个非常活跃的一个人 号称叫做资政院三杰之一 那么这个雷芬呢 是预备立宪工会的干事 那么这些民选议员和那些亲选议员相比 他们在政治上 非常明显的一种政治优势 刚才我们讲了这些人呢 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的影响 到国外留过学 对于宪政很清楚 那么但是这亲选议员 我们前面讲了大多是什么呢 就是贵胄出身 都是一些王公士爵 没有出过国 对于西方的一些政治学者也不了解 最后有才来讲 说这些人呢 多由贵胄出身 肃罚政治经验 又无宪政知识 那么这样呢 这些亲选议员和民选议员相比 他们在政治上 那么就是显得很幼稚 显得很无能 那么在很大程度上 是民选议员 影响着决定者资政院当中的 这种政治发展趋向 那么按照亲政府的规定 这个资政院呢 它不是国会 也不是这个议院 那么呢 它呢 只是采取舆论之地 就是亲政府呢 听取人们有些什么意见 有什么呼声 是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或者说呢 它仅仅是亲政府的 一个咨询机关 那么这是亲政府在政治上 对资政院的一种 政治上的一种定位 那么但是民选议员 在资政院当中 他们呢 往往是以 全国人民利益代表的 来自居 他认为我们是代表 全国人民的利益的 那么这些人 就以一种 出出茅庐的气概 是吧 在议会当中 而不在这资政院当中 提各种各样的议案 是吧 质询政府 批评那些 违法乱纪的 这个 违 这个 违背 这个权力的 违法约权的 地方都府 甚至对清朝皇帝的上誉 那么也进行这个批评 我们这个 前面讲过 就是在清政府内部 出现一个 理论上誉的一个风潮 就是 立宪派议员 对于清朝皇帝的上誉 也公开进行批评 那么像这些问题 我后面还会讲到 就是这些立宪派议员 在资政院当中 在很多敏感的政治问题上 都不断的在发难 提出自己的要求 可以说 这民选议员 基本上控制了 资政院当中的 这种政治舆论倾向 人们到底对这个问题 怎么看呢 是一个基本什么态度 什么说法呀 基本上被这些 民选议员控制住 那么这样呢 就在资政院当中 形成了一股 比较强大的立宪派势力 他们在资政院当中 提出自己一些政治主张 那么在这个第一次 长年会的当中 我们讲这1910年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面临的形势非常危急 一个就是外部敌人 外国的侵略 那么对中国威胁很大 那么一个是资政级革命派 进行反清革命宣传 同时不断进行反清 这个起义 是吧 那么国内外的形势 都非常的严峻 国内的阶级矛盾 非常尖锐 是吧 那么还有这个满汉民族矛盾 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资政院当中的这些立宪派议员 是吧 那么就毫不犹豫的 那么提出了自己最主要的政治主张 什么主张呢 就是要清政府 要赶快设立 责任内阁 要尽快的设立议员 那么立宪派议员 在这个辞职院常见会 第一次常见会当中 那么不断的揭露清政府 贾立宪的这种面目 是吧 弹劾军机大臣 那么就表现出了这些 新登上历史舞台的 这些立宪派 这些私产阶级 民族私产阶级 他的一种蓬勃向上的 这么一种政治上的 一种进取精神 他是一种新生的一种力量 是吧 表现出一种 非常的高涨的 蓬勃向上的这么一种 这种进取的精神 那么他们在这个资政院 第一次常见会当中 就提出了一系列的 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这种议案 那么这个资政院当中 这个常见会当中 这个立宪派议员 提出来的议案 涉及到了方方面面 首先是政治方面的 你比如讲 要求清政府要速开国会 提出这种议案 那么要求清政府 要明定资政院的立法范围 我资政院 是吧 我在立法方面 哪些是属于我的范围 是吧 要求清政府 要赦免国事犯罪人员 就进行开 这个赦免 这个像革命党人呢 这个戊虚党人呢 是吧 要赦免这个国事犯罪人员 是吧 那么提了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些议案 那么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议案 你比方讲 是吧 说像这个铁路公司 适用商律 就是铁路公司呢 它是适合于 这个用商业方面的法律来进行约束 政府不能够过多的干预 那么还有一些议案 涉及到了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 你比方讲 要改定教育法令 停止学堂奖励 明定学位 就是给什么学位 是吧 制定地方学务章程 规定一些通俗教育 那么在教育方面 那么他们也提了很多议案 那么这是教育方面的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呢 是属于社会风俗方面的 一风一风一俗方面的一些议案 你比方讲 这个禁止这个 吸食亚骗 禁止赌博 禁止妇女缠足 要求清政府颁布预旨 要这个简便易服 就是他提出了很多这种方案 那么立宪派议员 他在进入第一次常见会之后 我们讲了 他怀抱着很大的政治热情 希望在这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当中 在资争院当中 发挥出自己的最大的政治作用 是吧 那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议案 他希望 利用自己的这种 以自己的这个资产级 这种政策面目 自己的这种要求 来改造清王朝 是吧 使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 更适应资产旨的发展 他们是代表了这些 民族资产级这些利益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 这些资政院的议员 在这个第一次常见会当中 提出了很多议案 有些议案没有被通过 就在资政院当中没有被通过 有些资政院的 有些这个议案 在资政院当中通过了 但是清政府没有答应 没有能够施行 那么尽管是这样 但是有一点 我们非常值得肯定 什么呢 就是资政院的这个议员 是吧 在这个资政院常见会当中 和各个省的资议局互相配合 向清政府提出了自己 最主要的政治主张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1910年各个省的资议局 举行了第三次大规模的 国会请愿运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资政院第一次常见会正好召开 资政院议员 立先派议员 和各个省的资议局的议员 联合起来 共同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 要求清政府尽快的召开国会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清政府在这个预备立先过程当中 是吧 他就不得不考虑资产基金立先派的 这种政治要求 也就是说 在这个清政府的预备立先过程当中 那么在这个1909年 清政府成立资议局 成立资议局 10年又成立了资政院 那么这个呢 就为民族资产基金登上历史舞台 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提供了一个半公开半合法的 这么一个地位或者一个条件 所以我说资产基金的这个资政院当中 这个立先派议员 那么在中国这个宪政发展史当中 在中国建议史当中 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资政院为上下议员之基础 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讲到 资产基金立先派 在资政院当中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议案 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那么资政院这个议员 在资政院当中 他的最突出的一点 就是毫不犹豫的提出了自己 要求新政府速开国会的这么一种政治主张 那么在资政院第一次长年会议期间 那么恰恰呢 这个时逢于 这个各个省的资议局 在北京举行第三次 大规模的联合请愿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资政院当中的这些议员 这些立先派议员 那么就和这个各个省资议局 互相配合 那么这个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先派议员 他们就强调 说这个时候 中国的局势非常危险 在外 有列强的这种愧赐 时刻准备对中国呢 进行瓜分 那么在这个队内 那么有革命党人 不断的进行这个反清革命宣传 他们说 一旦革命党人 发动反清革命 那么就会导致内乱 同时为列强干涉中国 那么提供一个有利之计 那么他们的意思是讲 在目前情况之下 中国面临着很多这种困难和危机 中国要想解决这些危机 只有速开国会 他们讲 那么速开国会 对外可以表示自己内部的团结 那么对内呢 可以收拾人心 就是争取大多数人的这种支持 那么既可以免除这种外患 对中国的这种瓜分 就是免除这种瓜分之祸 那么同时呢 又可以消弭这种内乱革命 意思是他们认为 只有召开国会 才是救国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办法 那么从这个10月17号的第7次会议 到11月7号的第14次会议 无论原来的这个议事日程当中 是否有讨论速开国会的问题 就是无论速开国会的问题 是不是被列入了这个议事日程 那么在每次会议上 这些立宪派议员都在大声疾呼 说什么呢 说中国当此 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 除速开国会无救亡之法 他们还讲 说国会早一日成立 继国家早一日有些转机 都是讲这个速开国会啊 对于解救目前的这种国内外危机 具有什么样的一种重要的作用 他们还讲 说此案不决 诸案均不能决 就说速开国会这个议案 如果不能够解决 那么其他的各种议案 那么都没有解决的可能 认为这个速开国会这个案子 那么对于这个立宪派议员来讲 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一个议案 那么在11月4号 资政院会议上 这个立宪派议员呢 就是对这个前来这个资政院 来进行这个答辩的 接受质询的 这个军机大臣玉朗 那么就对玉朗啊 那么进行一些 这个压迫挤兑 那么他也要求玉朗 就清政府是不是需要 马上召开国会这个问题 直接当场表明自己的态度 要当场宣布 就是不给玉朗 以这个知误其词 进行敷衍的这么一个可能 不给他这么一个余地 就要求他 当时就宣布 你说 现在中国是不是有必要 要速开国会 那么就在同一天 就是11月4号 清政府颁布了一个上狱 那么这个上狱的宣布 把原来的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缩等为6年 那就决定呢 在宣统5年 就是1913年 来开设议院 而且上狱当中讲 这个决定已经宣布 万不能再以更张 不能够再进行改变了 那么在这一天 清政府还颁布了一个上狱 这个上狱就命令清政府的这个民政 民政部 和各个省的总组巡抚 要告诉各个省的这些请愿代表 让这些人 继日散归 从今天开始都要回自己家乡去 继日散归 个安职业 该做什么的还做什么 该经商的经商 改武功的武功 改武农的武农 各安职业 静候朝廷详定一切 等待着朝廷制定预备立宪的各个事宜 各种步骤 要次第施行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实行 那么面对着清政府的 这个两道非常强硬的上狱 这个资政院内的这些立宪派议员并没有退缩 他们看到 由于立宪派 这种请愿 那么使得清政府被迫缩短了预备立宪期限 从九年缩短为六年 那么这个事实进一步的增强了立宪派议员的这种信心 那么他们就在资政院当中 就鼓动 这个资政院的议员说 说只要大家现在继续请愿 那么在宣通五年才召开国会这个事情 那么也是可以改变 可以再次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 他们讲 说既然现在的朝廷可以因为这个形势的危急 那么改变了先朝所定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 他改变了光绪朝所定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 但是那么 现在皇上所定的期限 又何尝不能变更 光绪朝定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 那么可以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形势危急 那么现在的皇上溥仪 就是这个宣通皇帝 他宿定的期限这五年 又何尝不可以变更 就表现出了这些立宪派议员 一种不拘不挠 百折不回的这么一种气概 那么正因如此 当时有些报纸就指出来 说清政府缩短预备立宪期限 犯了一个大的政治错误 他是讲说 成招无穷之祸也 成招无穷之祸也 他讲什么呢 说正是因为清政府缩短了预备立宪期限 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 什么错觉呢 说人民皆以政府畏惧民气之强 那么这些人民就认为 清政府缩短预备立宪期限 是由于清政府畏惧这些请愿代表 才缩短了预备立宪期限 那么因此就会导致这些人民 这些立宪派议员 复行抗止要求 再次提出来 要求清政府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的时间 他说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民气因之更加嚣张 有侵夺军权之势 导致老百姓的民气更加高涨 民气嚣张 会危移到清朝皇帝的这种权位 民气因之更加嚣张 有侵夺军权之势 那么这是民选议员 立宪派议员 对于上誉的态度 那么当时有些清选议员 对于立宪派议员的 会有些热情的雨 对于立宫派议员 对于立宫派议员